有关三民区查获诈欺面交车手一案 本分局说明如下 三民第一分局于11月18日接获江南报案 称招假投资股票诈骗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申办 诈骗集团赋于11月19日传讯要求江南 面交新台币150万元 江南税与专案小组配合 约出车手面交150万元 双方相约于三民区安邦公园面交 远景则是在公园周边埋伏 约末18时许车手陈贤与被害人接洽 并检视款项时 远景立即一勇而上当场逮捕陈贤 远景另发现一部自小客车 平放于公园旁四平街 一为监控车手的同伙 随上前难查 该车立即到车后又向前欲冲撞 本分局远景 远景见情况急迫 立即朝左前轮 射击两发制止 该车能加速逃逸 现场无人受伤 本分局已锁定驾驶身份 将全力查契到案 后续本分局将持续扩大追查 向上溯源 揪出诈病极端 幕后成员